是为建党100周年县礼居目王牌部队 这部现实题材的军旅剧 是以主人公1983年热血参军后 浓墨重彩的军旅生活为主要线索 以改革开放的年代当中军队建设为背景 以浪漫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 聚焦中国军人 朝日寄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王牌军队的诞生与荣耀 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 为国家建设挥洒青春与热血的豪情壮志 来吧 我们用片花来感受一下豪情壮志 一分钟预告王牌部队应该说 现代的军事题材片子还是很引人的 接下来继续